这是邓小平戴牛仔帽 这属于公关了 应该也算韬光养晦吧 公关的一部分吧 这个也是他戴牛仔帽的一个 这是老照片了 清晰度不是很好 就不放大 放大也没什么意思 放大了也看不清 这个是他在一个黑人大学 Temple University 在废城 得了一个什么荣誉荣誉这个学位 应该是荣誉博士吧 这是他跟一个一个政客 这个政客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我收他这个照片的时候也没有具体 哎 这看来是很很这个冰之如归的感觉啊 这大概他是谁以前访问过中国还是啥 再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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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的照片啊 很高兴 再往下看 这是还是那个啊 Temple University Temple University 给他给他发的这个荣誉荣誉学位 这个这一张是彩色的 那写着Temple University 我没有没有给人家照权 这个是跟卡特 在这个大概是在什么地方讲话吧 这个我们老爷子就显得比较谦卑啊 这个韬光扬灰吧 你能看得出来旁边这个是翻译 这个翻译呢 戴个眼镜还有点不适应 这个这个表情好像显得不那么不那么爽 不放松吧至少 旁边呢 那是那是邓小平的这个夫人 夫人名字我也忘了 他这个哎 还是 还是很自然的 哦对了这个翻译叫 叫这个冀朝著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翻译的照片 不是翻译的照片 这个是翻译和这个主席和这个斯诺 斯诺的照片 在在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城楼 这个是这个是老爷子在这个林肯纪念堂 像这个像这个林肯敬礼啊 像林肯啊不是像林肯敬礼了 像林肯这个雕像敬礼啊 老爷子在这儿 那这就是这就是这个小平同志啊 小平同志和这个和这个卡特在握手 这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大概是桃光阳灰的意思吧 那这就是小平同志和这个卡特拥抱 哎呀这个非常亲切啊 中国和美国建交是在卡特手里完成的 卡特是是美国总统里的一个比较这个比较书生气的一个人吧 碰上碰上邓老爷子 这个这也算是他倒霉 啊这是这是小平同志和和里根 这个时候应该应该 里根这个这个 还是还是很需要中国的 还是冷战时期吗 啊 老爷子和戈尔巴乔夫那肯定 肯定是一眼看穿啊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差好几个档次 这是一个那个什么 这是也是对比吧 对比老 这个这邓老爷子这个桃光阳灰 这是 周总理和和尼克松 尼克松访华的时候 周总理在拖大一 你看尼克松都帮总理拖大一 这个就是大家经常能 不时的有人会回忆的一张照片 这个毛主席和尼克松会面 在主席的书房里 这就是邓老爷子有一张抽烟的照片 好嘞 太阳了 这就是要看的 我们下车的照片 对比较好 这个就是